近期如果从台北101大楼高处往下看 可以看到车水马龙的台北景色外 还添加了许多缤纷色彩 台湾灯会即将开展 灯饰陆续点灯饰营运 从高处看新一区之东区 会发现五颜六色的灯饰点缀着台北的接近 用不同的角度看主灯展演也别有风味 实际上台湾灯会在台北 它大概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传统的灯饰它是被极大化 也就是说它被升级了 第二个事情是它融入了未来科技 以及沉浸式的体验 让大家感受到说 其实灯会在台北它又被升级 第三个透过台北的这个灯会是开放式的 你又可以结合最著名的地标 不管是国父纪念馆或者是101 就可以让整个灯饰作品跟地标式结合 那在疫情三年后 其实我们因为解封的比较晚 国际观光客它可能是比较不理解 台湾现在的观光的新的元素 那透过台湾灯会在台北 我们这次又刚好开放性 又可以跟地标式做结合 也等于是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它是一个台湾推观光的第一张明信片 我讲的是疫情解封的明信片 在这一个部分底下 这个明信片它被转发之后 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台湾的观光实力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一次的灯会 大概我们基本上的目标 第一个当然振兴东区的商圈经济 这是一个 所以在这里你又可以不必到流动摊翻那里 因为你直接就入店就好了 到店消费 这个也是很鼓励大家 另外民众走进未来展区的太空舱 就像穿越异事界 保览光影变化及影像带来的震撼视听饗宴 作品外部LED荧幕 则运用行动式5G传输科技 像一座任意门 重新启动那是一座沉浸式的展演厅 那重新启动它的意涵就是 在疫情过后的现在 大家能够找回动力 然后影响未来的新希望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一部的动画的一个情境呢 其实也就是在叙述就是说之前我们的两三年在疫情的一个期间 那其实大家都心里蛮灰色的 然后也不知道未来的去向如何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动画设计就是说 当我们在睡梦中那个其实就是过去的一个环节了 那我们如何去影响我们的新未来 在2023年的时候在这个兔年我们有一个新希望的一个感觉 所以整个沉浸的一个环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我们有分假日跟平日的时间 那平日一到四呢 是从早上的 平日一到四从下午的两点钟到晚上的十点钟 那假日是五六日 五六日都是假日的时间 那假日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十点钟到晚上的十点钟 那我们最后一场是九点五十分 因为这个还会有一些清场的动作 所以民众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来这边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灯节 也能体验一下我们未来的新希望 观传局也推荐位于中信广场上的光能使者 灯座高达六米 外围环绕八台脚踏车 民众踩踏产生动力就可以转化为灯光变化讯号 集聚互动感 我们想象如果在台北在2080年的未来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展现跟意象 所以除了我们今天身后看到的第一个光能使者的灯之外 接下来的灯区还有很多像未来的科幻的舞池 那个夜光的公车 还有未来的时尚橱窗等等的 都会是这个特区非常有特色的特点 那在身后的这一个光能使者这一个灯的话 我们请到了来自西班牙的知名的设计师叫Brosmine 这对兄弟来帮我们做这样的设计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使者 降临到台湾台北 旁边带着是一个它的兔子的宠物 刚好今年是兔年 做一个这样子未来使者的一个造访地球的一个概念 做成的花灯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灯区有一些特殊的互动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八台的脚踏车 我们去呼应永续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灯除了它现在的这个状态 也可以上去 所有参加者可以上去踩这个脚踏车 你只要踩满到一定累积的电能之后 它就会有特殊的特效会发生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来体验 我们具有这样互动功能的一个花灯 基本上呢只要不要是小朋友 身高不够高基本上你都可以来踩 然后呢你踩的时候地上会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电能的累积条 只要到达了这个正中间中心点的话 就会有特效 特效就会发生 这个大家可以来试看看 漫步未来展区可裁点20个灯室作品 同时可以欣赏市政大楼和台北101共演的光雕大秀 前往101最高处89楼景观台 俯瞰台北城市万家灯火美景 将眩光景色尽收盐底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其实他们会吃的时候 可能是有船单我也oby dieses emerge 看到工尽工作室作品